黄紫角当年惊爆劈腿曾宝宜很甩小S,如今45岁的她向小19岁女友求婚,没想到结果让人无法接受。 黄紫角是台湾的知名主持人,不管是节目,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可见她的身影。 她幽默搞笑却又带着知性的主持风格,让她深受观众喜爱。 然而45岁的她至今却未娶,她最知名的一段恋爱就是与主持天后小S四年的恋爱。 当年两人爱得轰轰烈烈,这场才子与家人能恋情爱得大方,最后两人却不欢而散。 当年黄紫角与小S提分手,小S与外界都把矛头指向她劈腿女艺人曾宝宜。 黄紫角因而背上父亲汉的罪名,小S被分手后上就肃大S和范小轩窝被甩了,她痛哭表示心好像被抽掉了。 多年来,黄紫角一直被关着。劈腿父亲汉。的罪名,形象一度跌落谷底。 后来她解释两人分手原因为她受不了小S太爱泡叶电,太自我等,两人交往到后来形同陌路,才走向分手。 事隔多年,小S和黄紫角在节目上上演世纪大破冰。 两人在节目上标类大和解,让观众看了既感动又感慨。 如今小S也结婚生死,在演艺圈月上主持一子的角色,45岁的黄紫角却仍孤身一人。 但黄紫角与小他19岁的演员女友孟耿如感情十分稳定,也见过对方父母,她曾公开喊话我们会找时间把婚结一结。 图苹果日报,没想到女友孟耿如最近被问到如果佼佼结婚会答应吗? 她竟不假思索,狠狠拒绝,最好先不要。 根据,一周刊,报道,25岁的孟耿如近来努力拍戏,从配角演到主角,她希望能先拼事业。 我希望工作可以再更好,演到更好的戏,现在就是很稳定的状态,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工作,我不希望被感情模糊焦点啦。 与佼佼相差19岁的恋情虽稳定,但目前她没日没夜地敢拍戏。 她表示男友也很忙,两人根本完全没空规划婚事,她笑说。 现在是能见面就不错了好不好。 她没有一定赶着立刻要结婚,就是等我准备好,她都可以这样。 表示自己计划在三十岁前结婚。 而佼佼则已认定女友,坚定地表示。 反正我们是朝这个目标迈进,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 祝福佼佼!希望小女友早日答应她的求婚。 快分享出去,一起为演艺圈才子佼佼集气吧! 参考来源。 move. move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